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为了避免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群聚感染 昨天宣布全国高中以下学校延后到2月25号开学 而武捷乡公所今天特别邀请了利泽检永安公开会 讨论武捷糟糯是否要举办 而公所决定配合中央防疫政策取消所有跟学童相关的活动 至于宗教活动是由利泽检永安公来决定 中央有说国中国小以下的这些学生就寒假到2月25日上学 所以武捷乡公所对这个活动里面的有关 我们幼儿园的这个招庵的活动 以及国小的一些配偶的招庵的一些体验 全部我们都全部取消 至于庙方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讨论以后就尊重庙方的这个民属的一个工作 如果自己有不适应的感冒或者潜藏的这种喉咙不舒服 我们也希望你就尽力自动隔离 在居家做一些这个卫教的工作 不要到外面增加别人的一个困扰 利泽检永安公主委黄世超表示 赵庵是早期民间驱除瘟疫的习俗 而且庙方已经启示过妈祖会照常举办 至于2月9号所办理的赵庵半城马拉松活动 属于开放空间也不会停办 那重点系在2月8号的八大庄的绕境活动 这个活动是早期 马祖因为要治疗瘟疫 让百姓啊 信徒在能够心理心安上啊 得到防疫的效果 所以我想我们2月8号的八大庄的绕境活动 照常举行 然后我们跟相公所的部分 由相公所处理 宗教文化活动的部分啊 照常举行 是因为整个照境活动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而且早期 姨妈祖在 只是要绕境 是因为当时在农业社会 防疫效果没有那么好 为了达到心安的这个防疫的效果 所以她要主张绕境 那现在已经这种新型的病毒在流行 那我们的防疫效果 在中央政府的主导下 目前看起来是相当的固定 很多的一个赵庵半城马拉松的部分 因为这个空间更开放 而且它是21公里跟11公里跟3公里 都在我们的外围的田野上来 这种的活动 我想这个是更安全的一个活动 立则遭安活动 原定在2月7号到9号举办 但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学童相关活动全数取消 因此2月7号开幕活动将会有所调整 而详细的变动情况 公所明天会跟永安宫一起召开记者会 正式对外说明 宜兰新闻记者刘耀珍采访报导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镇与点点栏目